两个风暴同荒了 两个同荒了 冰毛冰毛冰毛 我叫苏迪科 现在是中国传媒大学2023级 戏剧影视学院视听创作专业的学生 现在也是一名摄影师和气象爱好者 我们追风的地方其实特别多 像华南的地区就是台风多发 华东地区也台风多发 而华北和内蒙这一代 就是强队流多发的地方 都有我们的身影 我在两年前的据述 我自己到底追过多少风 大概是100到200个 会有一个8万公里左右的路程 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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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追的是广泛的风 我们除了追击常规的风暴 就是强队流和台风之外 我们也会关注各种各样的 关乎民生的天气事件 比如说是干旱高温洪涝 还有暴雪 近两年来从客观上来讲 我们的节省天气发生次数 正在逐渐上升 我就觉得说我们真的应该做些什么 像天下头顶 你看整个风暴 像它转一样有可能这么重的 而且这个降水陷阱真的变得越来越激烈 对 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最重要的迹象 这两年的一些造成重大影响的台风 我都是在台风中心的 就是像台风苏拉 台风杜斯瑞 台风烟花 台风梅花 这些我们都成功地进入到了它的台风岩 台风岩它是一幅安静无风的区域 但是要进入台风岩 它必定会经过非常猛烈的 可以说是此生难忘的恐怖暴雨 你可以听到这个风跟地面摩擦 跟你的车辆的这些窗户磨砂 产生了一种非常恐怖的呼啸声 大概就是在15分钟之内 这种狂风暴雨就会变得平静 没有风 甚至空气中还有一些泥土的芬芳 甚至还会有鸟叫 这个感觉还是挺神奇的 关关关 我们要开回去 开回去 我们要开回去 我们要赶 这些窗户磨砂 就在咱们的正上方 把镬子打开把雷达图拿出来 咱们的正上方有个中气拳 然后它的降水核心就坐在它旁边 所以到现在坠了这么多的风 有人会问我有没有腻 我其实没有腻 因为每个台风都有自己的脾气 每个台风都会有自己的性格 有些台风它干一点 有些台风湿一点 它可以带来降水 可以去除这些酷暑 但是猛烈的台风可能会带来灾害 我们作为普通人 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去科学的应对 我们产生的变化 我们想更好的去保护自己 哇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没错 它的核心在那边 它的核心在那边 今年气象日的主题是 气候行动最前线 我们就是冲在最前线的一些人 但是在这个大背景下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前线的人 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 应该去学习一些相关的气候知识 永远不要停止追击 算是我的座右铭 我是觉得这句话 可以一直让我相逢而行